大家好,我是大厨饿斗 分享健康美食,呵护家人健康 鱿鱼味道鲜美,是一种海中的美味 虽然鲜鲜的鱿鱼非常的嫩滑好吃 但是鱿鱼缸煲汤或者烧肉,味道更鲜美 泡发后的鱿鱼缸可不等同于新鲜鱿鱼 这个好比干香菇不等同于新鲜香菇一样 无论从营养,口感,味道方面 基本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我这里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市场上购买 已经泡发好的水发鱿鱼 因为大多都是用烧碱和酸原水泡发的 更有甚者用富尔玛林 也就是甲醛溶液来浸泡鱿鱼缸 没有营养不说,还对人体有毒 其实家里泡发鱿鱼缸真的非常简单 这里给大家分享两种泡发的方法 大家选购鱿鱼缸的时候 建议选购这种蛋干系列 蛋干是一种传统工艺 就是不加盐,不加任何色素 把鱿鱼自然的风干 一般只有质量好的鱿鱼 才使用这种蛋干的方法来制作 而与之相对应的 这是咸干系列 顾名思义是指用大量的盐 进行腌制的鱿鱼缸 采用这种工艺的鱿鱼 大多质量较差或者不新鲜 我们可以看到 蛋干鱿鱿鱼的透光性都是比较好的 在官员下可以隐约看到手的背影 挑选的时候主要看鱿鱼的深长 背长25厘米以上为特级品 先将鱿鱼缸简单的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粘东西和杂质 大家可别以为鱿鱼表面这层白酸是盐哦 它可不是盐,是鱿鱼 自然风干后吸出的甘露醇 甘露醇是甜的,盐是咸的 好了,先介绍第一种方法 简方法 首先将一个比较大的不销钢盆中注入大量清水 将鱿鱼缸完全没入水中浸泡两个小时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先将鱿鱼缸泡透和软化 两个小时后可以看出鱿鱼缸虽然吸饱了水 但是体积并没有沾发变大 下一步我们制作碱水 不销钢盆中加入2000克温水 水温不能超过40度 再加入10克的纯碱 我们就得到了千分之五的碱水 接着用勺子将碱完全融化 再将鱿鱼放入水中浸泡 浸泡所需的时间为4个小时 这里提醒大家 千万别为了加速泡发而使用更热的水 这些都是禁止的 碱水有一定的腐蚀性 水温越高腐蚀性越强 如果超过了50度 就会造成鱿鱼卷曲变形 可能有人要提问 家里面没有纯碱 能不能用小苏打代替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小苏打浸泡时间会更长 并且因为小苏打稳定性较差 必须使用冷水 放入冰箱冷藏保存泡发 就不如纯碱来得简单快捷 好了 4个小时时间到了 就可以把鱿鱼取出来 用清水反复的清洗 去掉表面的碱位 这个需要洗到鱿鱼摸上去 没有华丽的感觉 就表示清洗干净了 我们对比一下鱿鱼干 效果非常明显 泡发的鱿鱼 肉的厚度是鱿鱼干的4倍 重量也是鱿鱼干的4倍 好了 我们介绍第二种不用减的 快速泡发的方法 还是先将干鱿鱼 放在大一点的不屑干盆中 注入2000毫升 约50度左右的温水 再加入两勺的食用盐 先浸泡半小时 加入盐 可以加速鱿鱼的软化 好了 30分钟时间到 鱿鱼已经变软了 这个时候 我们把原来的水倒掉 重新加入50度左右的温水 准备两大勺的白醋 倒入盆中 白醋不仅仅是我们今天 快速泡发鱿鱼的催化剂 还能清除鱿鱼表面的碱性物质 再准备两大勺香油 倒入盆中 用手将鲜油的油花打散 这个鲜油也是泡发鱿鱼的好搬手 它还能给鱿鱼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家里面有暖气的 可以把不屑干盆靠近暖气 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 这样会加速鱿鱼的泡发 如果没有暖气 也可以用小太阳 或者用东西包裹住 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 好了 一个半小时时间到 鱿鱼的泡发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只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泡发 就能把鱿鱼干打到可以 煲汤和炖肉的效果 最后我们将两种方法 泡发出来的鱿鱼摆在一起 对比一下两种泡发的效果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效果是不一样的 左边这个是快速泡发的 右边这个是碱水泡发的 碱水泡发的泡发率更高 肉更厚 碱水泡发出来的鱿鱼 更脆更软 体积会更大 它更适合于打上花刀爆炒 比如爆炒鱿鱿卷等 快速泡发的鱿鱼更有嚼劲 营养损失更小 特别适合于炖汤烧肉 或者做干锅鱿鱿鱼 这两种泡发方法 没有绝对的优劣 主要看您烹饪哪种菜肴 您更喜欢拿走方法呢 或者您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是大厨二斗 一个专注于健康美食的国家一级厨师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加一个关注和点赞 谢谢各位